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美冲 这个嫁入豪门的女人太惨了 忍受着丈夫出轨 不被允许称呼婆婆为母亲 每次从娘家回来必须先洗澡 只因婆婆受不了娘家的味道 为了让儿子与女人离婚 婆婆更是把女人送入监狱 女人名叫沙拉,是名律师 她机智聪明,沉稳冷静 这天是沙拉的婆婆兼律所会长的生日 换好衣服,沙拉来到生日宴席现场 却见家属席没有自己的位置 原来婆婆以位置不够为由 把她调到孙子座的那一桌 沙拉知道婆婆是故意而为之 可她也不是好欺负的 于是叫人在家属席贴上自己的位置 一切就绪,沙拉打电话催促丈夫及时出席 此时的丈夫正在和别的女人缠绵 过了许久才轻轻嗓子 装作边走路边接听她的电话 宴席即将开始 今天是婆婆借机拉拢政府高层 以此获得法学院审批的重要日子 她绝不容许有任何闪失 除此之外,婆婆还特别要求 无论什么时候,沙拉都必须称呼她为会长 而不是婆婆 一家人来到宴席现场 沙拉发现家属席账又没了自己的位置 在大家和政府高层打招呼期间 婆婆更是连句话都不让她说 沙拉只能卑微地跟在婆婆和丈夫身后 如同下人一般 沙拉只能抢言欢笑 心里有苦说不出 夜戏结束 沙拉来到自己母亲身边寻找未解 母亲并不知道沙拉在婆家的生活情况 还以为她现在过得很幸福 母亲的话让沙拉双眼浸满泪水 还不想让母亲为自己担心 便一直压抑着所有悲伤和委屈的情绪 不到家中 沙拉小心翼翼地和婆婆打招呼 没想到婆婆知道她见过母亲 请要她先去洗澡再来说话 否则会有一股卑微小市民的酸臭味 眼见婆婆出言侮辱自己的母亲 沙拉忍无可忍 不明白自己要做到什么地步 才能得到婆婆的认可 婆婆仍是一脸不屑地看着沙拉 要求她先做好妻子的本分 事后沙拉和丈夫说起此事 然而丈夫的态度极为敷衍 只是让沙拉努力去迎合婆婆 避免引起婆媳纠纷 婆婆的百般刁难以及丈夫的冷漠 让沙拉鼓不堪言 还好儿子的存在 让她在这个冰冷的家中感到了一丝温暖 正所谓为母则刚 有儿子在身边 沙拉无所畏惧 一日婆婆交给沙拉一个重要客户金某 让她跟进此人的案件 沙拉仔细看过资料 发现金某育宁这一家整形医院 是个有钱人 但劣迹斑斑 为她打官司风险极大 很大概率会败诉 沙拉想维持自己的胜诉率 不愿接这个案件 婆婆为了诱使沙拉接下案子 承诺在胜诉后 会给予沙拉公司理事的职位 还可以允许她叫自己婆婆 面对诱人的条件 沙拉同意为金某辩护 尽管她知道金某是个恶人 对妻子的态度非常的恶励 在金某的离婚诉讼案中 原本是金某的妻子强威控诉丈夫故意伤害自己 还和别人有婚外情 谁知沙拉竟拿出金某的伤害诊断书 声称夫妻双方都有过错 孩子的抚养权应该归经济条件更好的金某所有 实际上这份伤害诊断书是金某把自己打了一顿伪造出来的 健壮强威的律师开始放大招 她公布了一段金某和别的女人亲密相处的视频 视频显示该女人正是沙拉的婆婆 事已至此婆婆已顾不上自己的名声 她要求沙拉先设法赢得官司 可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金某因开具非法处方和涉嫌流通为禁品 正在被一位名叫基俊的检察官调查 基俊把沙拉叫到医院将情况告知她 基俊是个刚正不阿的检察官 某天他接到任务带领同事们搜查一栋建筑 行动前部长特意嘱咐他 不能去往二楼的贵宾房 基俊一听确认贵宾肯定有猫腻 他会心一笑 首先带人进入贵宾房进行搜查 果然找到衣服药而昏睡过去的财阀会长 作为检察官 基俊手上有不少嫌疑人的秘密资料 他知道金某的真面目 于是好意让同事透露消息给沙拉 沙拉这才得知原来金某是个同性恋 她根本无法和妻子强威有亲密接触 正因如此 夫妻俩才会去做试管婴儿 育有现在的孩子 两人结合实属骗婚之举 更让沙拉震惊的是 官司还没结束 婆婆已经将理事的职位 给了另一位男同事 而且金某涉嫌骗婚一事 婆婆早已知情 沙拉终于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婆婆的认可 这天开始 沙拉决定不再对婆婆唯命是从 她要为自己而活 在之后的庭审中 沙拉故意在强威面前透露金某是同性恋的事 只要强威把握这一点 必定能赢得诉讼 强威对沙拉感激不尽 随后在法庭上指控金某喜欢男人 金某坚决否认 还当场咆哮 强威忍无可忍 怒斥虚伪的丈夫 看着情绪失控的强威 沙拉内心受到触动 庭审结束 强威大获全胜 沙拉心里因为她感到高兴 谁知一场巨大的风波正向沙拉袭来 婆婆见沙拉不再受自己控制 便要求沙拉丈夫迎娶委员长的女儿 好达到自己设立法学院 进一步掌控权力的目的 手段狠毒的婆婆早有了计划 她已把孙子送入国际学校为由 让夫妻俩假离婚 之后骗走了沙拉的印章 再伪造相关证明 让孙子顺利进入国际学校就读 为孙子铺好路后 婆婆报公了此事 把所有责任推给沙拉 害得沙拉需要接受调查 结果假离婚现在变成了真离婚 婆婆还在离婚资料中声明 沙拉儿子的抚养权归丈夫所有 事件被曝光后 沙拉被捕入狱 婆婆和丈夫却把责任写得干干净净 心狠手辣的婆婆还阻拦 跟沙拉要好的同事 为她保释 丈夫来探望沙拉 劝她认罪 接受惩罚 在牢里安分守己 只要她与委员长的女儿结婚 成功建立法学院 她保证沙拉会一辈子 衣食无忧 两人只是没有夫妻之名 但依然可以像原来一样相处 在监狱待了几个月后 沙拉看清了前婆家人的真面目 决心振作起来勇敢反击 与此同时 沙拉的前夫已经开展新生活 和委员长的女儿 举行了求婚派对 曾经插足沙拉婚姻的小三 来到派对现场大闹 鸡俊正好撞见这一幕 没多久 小三忽然身亡 被警方判定没有她杀痕迹 声称是她自己乘坐出租车过程中 故意掉下车 然而鸡俊觉得是有蹊跷 决定重新调查此案 沙拉母亲的小吃店里 有位店员看到小三死亡的新闻 也不相信小三会看不开 店员曾在求婚派对上做过兼职 她手机曾遗落在房间里 刚好拍到沙拉前夫和小三的对话 小三不想看着心爱的男人和别人结婚 扬言要曝光两人的亲密照片和资料 小三离开后 前夫派人去抢她手上的资料 母亲从新闻上看到检察官机具 会再次调查小三的死亡真相 于是拿着证据来检察院找她 好巧不巧前夫就在此处 他在高处注视着沙拉母亲 给老人家打句电话 让她知道自己也在这里 母亲隐约感觉到对方来者不善 谎称来此处是找沙拉案件的检察官 然后匆忙挂断电话 基俊走到二楼时 看见前夫正在通话 他没有在意此事 可当他来到大厅与案件知情者碰面时 却被告知对方已被一个男人带走 基俊查看大厅的监控录像 看到母亲跟着一个可疑男人离开 就在刚才母亲等候期间 这个男人谎称是基俊的同事 把母亲带到了别的地方 基俊找不到可疑男人 也不知道案件知情者是谁 只好把心思放在小三死亡案件上 他查到小三临死前 给学校里的徐教授打去电话 徐教授拒绝配合调查 口供变来变去 还不肯交出手机 基俊不得已将他强制传唤而来 垂直一眨眼的功夫 检察院出了命案 基俊遭到谴责 被质疑是过度高压搜查 导致证人死亡 他来到部长面前 质问对方为何不澄清事实 部长反咬基俊一口 责怪他总是多管闲事 连累检察院的名声受损 这件事后 基俊被部长降职 他对检察官这个职位失去信心 索性辞职 心灰意冷地扔掉自己检察官的名牌 收拾好东西走出了检察院 监狱里为莎拉帮助过的强威 出现在莎拉面前 现在的他已拿到前夫的巨额赡养费 向联合莎拉一起做大事 莎拉如今深陷淋雨 一心只想早点出狱 强威所说的服务 或多或少会触犯法律的条例 尽管在几年内应有案底的缘故 莎拉暂时无法再当律师 但她不想以这种方式谋生 便婉拒了强威的提议 强威弃而不舍 她看好莎拉的能力 希望她深思熟虑 见完强威 莎拉回到牢房 习惯性地拿出自己和母亲儿子的合照 读物私人 没想到一个天大的噩耗传来 莎拉母亲忽然身亡 莎拉得到批准来到母亲的灵堂上 看着母亲的灵位 莎拉难以置信 昔日的同事告诉莎拉 母亲是在莎拉父亲以前开设的工厂里死去 被警方判定没有她杀痕迹 莎拉大为震惊 不住地抱着同事痛哭 前夫以守灵人的身份出现 帮忙接待前来吊咽的客人 同事帮莎拉调查过母亲的案件 没有发现异常 也找不到她杀的证据 她只拿到母亲留下的手机 上面还有母亲写下的遗言 莎拉忍不住 会在灵位前失声痛苦 她请求前夫让儿子来送母亲最后一程 被告知儿子已跟前婆婆去旅行 直到如今莎拉已不想再和前夫浪费口舌 对方想要维持表面上的好聚好赛 莎拉早已看透她的虚伪做派 悲痛过后 莎拉振作起来 私下向育有请教 苦练自己的拳脚功夫 恍惚间 莎拉看到对手变成了前夫的模样 看到这张虚伪狡诈的脸 莎拉将对方狠揍一顿 之后的日子里 莎拉将前夫的照片贴在纱带上 将所有恨意化为力量奋力打向沙袋 没多久 莎拉醒满出狱 终于能享受到监狱外的自由空气 经过这段时间的考虑 莎拉同意和强威一起合作 她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为了让前夫得到应有的惩罚 同时把儿子的抚养权要回来 莎拉和强威一拍即合 来人成立了一家离婚服务机构 专门为客人解决离婚的难题 某天一位女作家找上门来 她的丈夫是知名新闻主播 不久间丈夫被曝光 涉嫌侵犯女生 女生将丈夫告上法庭 丈夫却坚持表示 两人只是酒后乱性 不存在强迫性 女作家对丈夫失望透顶 决定和她离婚 否则等到侵犯官司结束 都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女作家不希望女儿秀智 继续受这件事的影响 所以才求助于莎拉 还没等莎拉接下这个案子 女作家的女儿秀智 已经临近崩溃的边缘 这些日子以来 秀智受到周围人的连带谴责 心理压力极大 她终于忍无可忍 独自爬到教学楼的天台 情绪异常激动 莎拉带着同伴赶到学校 为了救下秀智 莎拉不顾一切 也爬上了天台的边缘 莎拉以自身经历劝解秀智 恳求她反过来思考父母的立场 如果她就这样死去 最痛苦和悲伤的人 只会是自己的至亲 莎拉的劝说 触动了秀智的心灵 她正想走进莎拉身边 不顺脚下一滑 即将摔下楼 好在莎拉尽全力把她拉住 在同伴的帮助下 大家总算平安无事 莎拉思考过后 决定接受女作家的委托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是她知道 女作家的丈夫 找了前婆家的律所帮忙 而强威也为暂时无法职业的莎拉 找来了咨询律师 此人刚好就是基俊 强威对基俊印象深刻 大力举荐她加入 和莎拉这些能人猛将合作 沙拉找来各种借口 百般推诿 不想和基俊一起工作 奈何强威非常坚持 沙拉迫不得已只好和基俊见一面 两人刚坐下 气氛就变得尴尬起来 沙拉面无表情地和基俊商谈公事 基俊却在不停追问 想知道两人多年未见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沙拉默不作声 开始回忆过去 九年前沙拉即将结婚 一个大雨飘破的夜晚 她怀着激动的心情 来到基俊家中 只为了和基俊再见一面 基俊舍不得沙拉 将她紧紧抱在怀里 恳求她不要结婚 两人曾约定一起离开 然而沙拉最终还是接受了现实 不愿做落跑新娘 往事不可追 对沙拉来说 就算两人诚实恋人关系 只要后来各自扩得好 便没有遗憾 于公于私 沙拉都不想再见到基俊 但她拗不过强威 所以希望基俊能在强威面前 拒绝加入自己的团队 看着冷漠的沙拉 基俊失望离开 天空还是下雨 和两人相见的那个夜晚 一样悲凉 基俊思考再三 决定成为沙拉的合作伙伴 沙拉面对主动向自己 伸出手的基俊 不由地愣在了原地 基俊的坚持 让她顺利加入了 沙拉的团队工作 沙拉总觉得和基俊 做同事非常别扭 但每次都会被基俊怼得 无话可说 基俊知道沙拉不待见自己 承诺会以三个月 适用期为限 如果三个月后 等人还是无法相处 她会自己收拾东西走人 沙拉也不想显得自己 太过苛刻 不再持反对意见 沙拉刚回到办公室 同时急急忙忙 送来一张纸 沙拉一看顿时大惊失色 原来是某个人将沙拉和基俊 过去的亲密合照 上传到社交平台 同事在做基俊的背景调查时 无意中发现了这张照片 于是把它打印出来 沙拉不愿和过去纠缠 男性把合照扔进垃圾桶里 可转连一想 还是把纸捡了回来 塞进自己的包里 基俊加入团队后 与大家一起跟进 女作家委托的离婚案件 然而还没等沙拉 抓住女作家丈夫的把柄 却从新闻里得知 对方忽然在办公室遇袭 沙拉听闻 女作家当时也在场 女作家交代 她只是走进了办公大楼 但没有勇气 进入办公室和丈夫对峙 最后在楼顶待了一会儿 便离开了 而她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事发前一天 她看到丈夫手机上 收到律师的短信 得知被侵犯的女生小徐 隔天会去办公室找丈夫 不久后 女作家丈夫醒来 向警方复述当时的情况 声称是自己给小徐开门时 有歹徒一同进入袭击的自己 警方因此认定 小徐是嫌疑犯 新闻一出 许多人转为支持丈夫 认定小徐在侵犯案中 故意诬陷了丈夫 莎拉一时想不到解决办法 只能先慢慢调查 结束工作后 莎拉来找前夫 希望对方允许自己探望儿子 前夫却用探视权作为条件 要挟莎拉不得接下女作家的案子 否则儿子会被她送去国外留学 莎拉这才看清 前夫的手段可谓一次比一次恶力 没想到前夫话风一转 开始质问莎拉为何跟其俊共事 恰在此时习俊开车路过 主动来帮莎拉解围 莎拉对前夫撂下喊话 她一定会设法抢回儿子的抚养权 说完跟随习俊离开 要去参加校友会的习俊 在中途把莎拉放下 她开着车望向后视镜中显示的莎拉身影 习俊不忍心看到莎拉孤身一人 又把车开回她面前 莎拉往耳一笑把习俊带到墙未开的美食店里 习俊好奇 莎拉为何会从事这份工作 莎拉直言 她想帮助更多女性 从痛苦的婚姻中解脱出来 至于她自己虽然已经恢复自由身 但还需要和前夫斗到底 才能有机会把儿子抢回来 闻言 习俊决定以同事身份 帮莎拉完成心愿 在这个宁静的夜晚 两人在餐桌前有说有笑 想啄几杯 关系慢慢变得融洽 饭后 两人走出美食店 莎拉在包里翻找手机 不经意把两人过去的合照 塞到了习俊手里 习俊打开纸 看到合照 不由地回想起过去 想知道两人分开后 莎拉是否思念过自己 被习俊知晓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莎拉有一丝难为情 她转而看着合照 会想起两人过去的甜蜜 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刹那间 莎拉从合照中得到启发 她让同伴找出女作家的所有照片 从照片中分析出 女作家在婚纱照里的表情 看起来极度不自然 一点也不像是期待新婚的状态 正如莎拉自己当初结婚时一样 莎拉判断女作家结婚时 肯定发生过某件事 女作家喝下一口水 贫富慌乱的心情 娓娓道来自己的故事 过去她也和小薰一样被侵犯过 而侵犯她的正是丈夫 人是在校友会相识 女作家在一次醉酒后 被当时还是学长的丈夫侵犯 导致意外怀孕 为了腹中孩子 女作家无奈和对方结婚 正因丈夫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女作家才会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相信小徐说的话 自从侵犯案被曝光后 女作家每日都活在痛苦中 无时无刻不想起过去的惨痛经历 她想和小徐见一面 只要两人聊上几句 她便能知晓对方是否和自己一样 遭遇了不堪之事 听完女作家的讲述 莎拉找到了突破点 只要拿丈夫在婚前对女作家做的事 来要挟她 她一定会同意离婚 随着女作家竟坚决反对这样做 而细心的鸡俊在一次次观看新闻视频后 发现了重要线索 视频显示 女作家丈夫的办公大楼上方 有无人机出现过 鸡俊带着莎拉来到大楼附近 寻找窝藏在这里的偷拍者 过去鸡俊曾抓过这些偷拍者 对他们印象深刻 巧合的事 偷拍者也一眼认出鸡俊 落荒而逃 两人紧随其后 莎拉毕竟在监狱里练过 不费吹灰之力 追上了偷拍者 把对方狠揍一顿 顺利拿到了她当时偷拍办公大楼的视频 视频准确拍到女作家在丈夫被袭时 一直在楼顶的画面 视频足以作为女作家的不在场证明 此外视频显示 小薰也只是在大楼外徘徊 根本就没有进入大楼 更别说袭击女作家丈夫 丈夫的谎言不攻自破 这一次 鸡俊为团队立下大功 莎拉勉为其难和她握手 在私家无人时 莎拉被女作家的案子勾起了过去的怀疑 莎拉在结婚当天 原本答应了和鸡俊一起离开 但她发现自己意外怀孕 只能硬着头皮嫁人 害得鸡俊在机场白等一天 随着今日 鸡俊还不知道当时的真相 时间回到现在 经过大驾调查 找到了丈夫遇袭案的真相 是她的律师收买小薰律师做的局 莎拉灵光一闪 想到了解决方案 让女作家和小薰两个受害者 一同对抗渣男丈夫 小薰听完女作家的遭遇 感慨着两人竟然被同一个人 用相同的方式伤害过 于是答应和她合作 夜里 女作家和小薰一起来到丈夫面前 诱导她说出曾侵犯过两人的证词 并悄悄用手机录了下来 为了这份证据 丈夫只能同意和女作家离婚 事后 莎拉等人 把装病的女作家丈夫带到天台 假装要把她推下楼去 丈夫为求保命 露出了破绽 莎拉拿到关键证据 打算在之后的庭审中 为小薰作证 帮她打赢官司 离婚后 女作家母女放下虽误糟心事 出国开始性的生活 莎拉刚刚完美地解决了一桩离婚案件 下一个委托者已经找上门来 而此人竟是莎拉前夫的现任妻子 渣男爱上美女的家世 想利用对方 那身为一元的父亲当考山 两人结婚后 一元身陷淋雨 渣男马上露出真面膜 想尽办法结束这段短暂的婚姻 和莎拉离婚后 前夫转头就娶了一元女儿韩女士为妻 尽管对方也是二婚 而且无法生育 但对前夫来说她的父亲能给自己当靠山便足矣 然而一元涉及不正当聘用行为 深陷舆论风波 正在接受调查 打算从政的前夫不想被岳父连累 当机立断和妻子韩女士划进界限 不仅要和她离婚 还想拒绝支付赡养费 韩女士看清丈夫的丑了嘴脸 于是找到莎拉求助 只因她知道莎拉最清楚 前夫一家的狠毒手段 此外韩女士还遭受过陌生人的威胁 某天她收到一条未知号码发来的侵略视频 主人公竟是她自己和再婚前的交往对象 韩女士害怕这件事被曝光 不利于自己赢得离婚官司 只能求助于莎拉 为了打动莎拉 韩女士承诺可以帮忙找到莎拉儿子的联系方式 莎拉正犹豫不决 前夫已经找上门来 要求莎拉不得接受韩女士的离婚委托 前夫越是阻拦 莎拉越是想挑战她的权威 决定接下这个案子 商讨过后 莎拉想到了解决方案 首先要确认前夫是否手握偷拍视频 再找到恐吓韩女士的人 删掉对方手上的原始视频 莎拉了解前夫 断定对方会把手里的数据优盘藏在办公室 围巾吃戒 只能由自己去离开前夫的注意 再让激菌偷摸进去翻找 莎拉在会客厅和前夫拉扯 激菌则四处寻找数据优盘 果然在名片卡的盒子里 找到了想要东西 但她不小心碰到智能家居控制开关 灯被全部打开 前夫正要走过去查看情况 莎拉一声老公脱口而出 转移了前夫的注意力 莎拉壮模作样地帮前夫整理衣服 好让激菌抓紧时间离开 事后大家查看数据优盘里的资料 其中只有韩女士的八卦消息 并没有偷拍视频 接下来她们要做的 便是找出恐吓韩女士的人 当天晚上 莎拉和激菌再次来到强威的店吃饭 强威如今过着平静的山谎 激菌不由地感叹 强威有段失败的婚姻 幸好成功离婚了 莎拉严肃地纠正激菌的说法 激菌第一次受到莎拉的教导 她紧张地吞了下口水 再给莎拉这番智慧发言热热鼓掌 这个夜晚让激菌记住了 在莎拉面前的禁忌词事 婚姻失败 一日团队以匿名的方舍 把前夫的数据优盘寄了回去 再集体欢迎新事务长来公司就职 对方看起来文质兵兵 沉默寡言 却在私下无人时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还打通某个人的电话 声称自己已顺利上班 大家正忙着 为韩女士想办法解决恐吓事件 前夫这边开始有动作 为了获得党内提名 步入政坛 前夫千方百计 讨好位高权重的党代表 然而对方不满 前夫还陷在离婚风波中 要求他尽快结束离婚诉讼 再来谈提名的事儿 此时前夫将韩女士 当作自己试图路上的绊脚石 决定把她找出来 快速解决离婚事宜 这天 沙拉和鸡俊来到韩女士住所商谈钥匙 前夫的手下搞了个大乌龙 把站在路边等候的沙拉 当作韩女士带走 鸡俊驱车驱追 一路上猛撞对方的车 沙拉没有坐椅待毙 她和鸡俊交换过眼神 双方吸引神会 在把车逼停之后 鸡俊拼命保护沙拉 和前夫的手下大打出手 沙拉也努力还击 手下没有和两人做过多纠缠 快速逃离现场 鸡俊看到沙拉衣服被扯破 脱下自己的外套 披在她身上 这充满难有力的动作 让沙拉心里满是悸动 她看向鸡俊的眼神 也变得温柔起来 回程路上鸡俊分血 绑架韩女士的人很可能是前夫 她大概率是遇到了急需尽快离婚的事 沙拉相信鸡俊的判断 在路上买了新衣服换上 然后带着鸡俊去找前夫问话 果然前夫没说两句话 就被沙拉看出了破绽 两人刚确认绑架之人是前夫 又接到了韩女士的电话 恐吓的人已经联系上她 要她前往一家餐厅给钱 沙拉带领团队在餐厅做好埋伏 期间鸡俊注意到 一个坐在餐厅里的帽子男非常可疑 她故意走到对方身边 还把饮料打翻 沙拉趁机示意韩女士带钱离开 帽子男的目光迅速集中在韩女士身上 鸡俊确认对方就只恐吓韩女士的人 将她一把抓住 帽子男见身份曝光 仓皇而逃 沙拉带着大家实施追捕 把餐厅闹得人羊麻烦 功夫不太行的鸡俊一直在帮倒忙 她跟着沙拉追着帽子男来到厨房 不仅被热波烫伤手 还和沙拉被泼了一身的面粉 帽子男逃出厨房 守在这里的同伴大鸡 竟完全没有要抓她的意思 只是无力的 贪图在地任由对方逃脱 团队这一次 没能帮韩女士解决恐吓事件 还因大闹餐厅 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 好在墙威及时赶来 为大家解围 她不仅豪气万丈的 给老板买了一车进口面粉 还送了一台新车 给鸡俊作为救了沙拉的奖励 有富婆老板照着 大家总算能打起精神来 唯有大鸡一人看起来心事重重 放跑了帽子男一事 让大鸡非常内疚 她向沙拉承诺 自己一定会想办法抓住此人 原来大鸡和帽子男 是亲兄弟的关系 但大鸡对这个所谓的哥哥 可谓恨之入骨 当初大鸡因病住院 需要进行手术 哥哥却不见踪影 母亲担心大鸡的病情 最后机遇成疾 大鸡因此一直记恨 这个薄情寡义的哥哥 抓住哥哥后 大鸡闯入他和同伴的住所 拿到了偷拍视频的原始数据 扬言再也不想见到哥哥 大鸡刚离开 事务长却出现在此处 找到大鸡哥哥的同伴 没多久事务长换下 平时朴素装束 以一身精致性感的装扮 出现在莎拉前赴的办公室 还把韩女士的偷拍视频 展现在她面前 画面一转 鸡俊开上新车 她见莎拉的旧衬衫 落在了自己车里 于是主动去她家送衣服 来到莎拉家门前 鸡俊整理好自己的仪容 满心期待着和莎拉见面 却没想到正好撞见 莎拉和一个男人热情的拥抱 大鸡和亲哥哥重遇 被勾起过去的伤心事 她难过地来到莎拉面前 寻求安慰 男人在莎拉家门前拥抱的一幕 正好被来送衣服的鸡俊撞见 鸡俊失落地拿着衣服离开 她并不知道 大鸡之所以和莎拉关系好 是因为莎拉是大鸡的恩人 当初大鸡患有白血病 急需接受造血干细胞的捐赠 恰好莎拉曾签署过 相关器官捐赠同意书 和大鸡的血型相吻合 是最符合条件的捐赠人 但对莎拉来说 她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可以通过捐赠申请假释 提前出狱 大鸡心怀感恩 利用高超的电脑技术 查出捐赠者是莎拉 她特意来到事务所 跟随莎拉工作 就是为了报恩 其实莎拉也曾经 从大鸡身上得到过力量 还看过大鸡写的病患日记 感受到对方对生的渴望 意识到生命的难能可贵 莎拉决定要好好活下去 而对此不知情的鸡俊 离开莎拉家后 独自喝起闷酒 一日杰俊回到事务所 看见大鸡正和莎拉一起 热气地聊起 她抢回偷拍视频资料的经过 两人之间的亲密状态 让杰俊顿声醋意 就在大家以为 韩女士的偷拍视频 已全部被毁时 莎拉前夫竟也拿到了这个证据 但她不打算 以此要挟韩女士同意离婚 而是要对方配合自己 争取获得竞选提名 前夫受议员岳父年类 深陷鱼润风波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 还故意带着妻子 韩女士外出 提前安排手下 袭击自己和妻子 前夫在保护妻子时 不慎受伤 夫妻俩和演出一场苦情戏 获得大众同情 她还在媒体面前透露 这次恐怖分子袭击事件 可能和竞选的竞争对手有关 前夫答应韩女士 会帮她把父亲保释出来 韩女士一心想救出父亲 答应和对方合作 并不再委托莎拉协助自己离婚 莎拉心有不甘 也只能尊重韩女士选择 激俊也劝莎拉放下这桩案件 她相信韩女士能自己承担相应的后果 在这些工作不顺的日子里 对莎拉来说 回忆让她欣慰的便是儿子的进账 经过多次软磨硬泡 儿子的保姆终于被莎拉说服 同意每个月给她发一些儿子的照片 看着儿子可爱的笑脸 莎拉更加坚定了要和前夫斗下去决心 在莎拉认真工作期间 她丝毫没有注意到 鸡俊正有意疏远自己 目睹了莎拉和大鸡相拥的场景 一直在鸡俊脑海里挥之不去 她想不通 莎拉为何会跟风流成性的大鸡在一起 隔天晚上大家在一起聚餐 莎拉被大鸡逗得开怀大笑 鸡俊则在一边冷眼旁观 直到大鸡主动说起 最近自己又甩了一个年轻妹子 鸡俊听闻大鸡现在是单身 意味着她和莎拉根本不是一对 鸡俊高兴地灌了自己一杯酒 主动融入大家热闹的气氛之中 聚会结束 鸡俊送莎拉回家 现在对她来说连空气都变得异常清新 让人心旷神怡 莎拉只知道鸡俊今晚特别兴奋 完全没想到她有别的心思 如今即便韩女士已经撤销了委托 莎拉仍在跟进她的案件 这天大鸡带着同伴小春 找到当初绑架莎拉的人 自然声称自己是为了钱才实施绑架 无人教唆 然而她的手机显示 有人利用未知号码给她发送行动指令 该号码的讯号未知显示 就是莎拉前夫所在的律师事务所 显而易见 前夫就是教唆他人绑架的罪魁祸首 前夫就是个满嘴谎言的势利小人 绝对不会轻易认罪 而且不久前的一出苦情戏 为前夫博得不少好感 她的支持率明显上涨不少 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谢莫杀驴的前夫把对韩女士的承诺抛之脑后 在岳父最终判决出来之前 前夫拒绝申请保释 如果判决存在疑点 前夫还会出面阻止保释手续 韩女士后悔 青森的丈夫反悲对方利用 还没等韩女士出面 莎拉一定决定要为她出一口恶气 一日在前夫拉选票现场 莎拉手持大喇叭 声明自己是她前妻的身份 并向在场人设告发前夫的恶行 莎拉这一闹果然引发热议 动摇了明星 前夫怒气冲冲地前来质问 莎拉毫不畏惧 也不担心前夫会把自己倒上法庭 一旦把事情闹大 只会让所有真相都浮出水面 前夫试图用儿子的信息来收买莎拉 只要她能帮忙在记者面前说些好话 自己愿意每个月透露儿子情况 莎拉态度强硬 要求前夫同意和韩女士离婚 并支付高额赡养费才肯罢休 前夫无可奈何 只能警告莎拉别再胡闹 前夫的行动正在莎拉意量之中 她胸有成竹 相信这一次一定能好好惩治前夫这个恶人 一日前夫带着韩女士召开记者会 她当众污蔑莎拉 只责对方捏造虚假事实诽谤自己 韩女士按照莎拉的吩咐 主动曝光前夫派人绑架自己仪式 以及自己是如何受到对方的威胁 莎拉也来到现场 为韩女士的言辞作证 三人的对话被伪装成记者的大击 以直播的形式传播到网上 一瞬间前夫成为众矢之地 被众多记者围着追问 韩女士无力地盘坐在地上 莎拉上前安抚 尽管场面很难堪 但至少在大家的努力下 让罪有应得的前夫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记者会后 前夫的支持率大幅度下滑 失去提名的机会 不久后的一个雨夜 前夫把莎拉约出来谈判 想用五亿韩元收买莎拉 让她代表韩女士 取消诉讼并协议离婚 莎拉作为过男人 男人知道离婚时 如果女方没有拿到赡养费 大众便会在她背后指着点点 怀疑她才是婚姻里的过错方 莎拉不愿看到韩女士 走自己的老路 要求前夫支付七亿韩元 承认这笔钱是赡养费 前夫默不作声 掏出手机给儿子打电话 莎拉一听儿子的声音 瞬间激动起来 想和儿子说说话 却遭到前夫的阻拦 前夫把莎拉压在沙发上 利用儿子胁迫莎拉 答应自己的条件 莎拉坚决不肯 话音刚落 与愤怒而失去理智的前夫 竟死死掐住莎拉的脖子 幸好秘书赶来将她拉开 为了教训莎拉 前夫把她锁在了屋子里 莎拉没带手机 无法求救 这时一道雷电劈向楼顶 引发电线短路并起火 莎拉被困在大火之中 激郡随后赶来 先是拨通报警电话 然后只身闯入火场 莎拉想尽办法自救 但因吸入过量的烟雾 而昏厥在地 幸好激郡及时赶来 带她逃出生天 由于刚才消耗了不少体力 莎拉难以行走 激郡便主动背上她 莎拉靠在激郡的背上 有些难为情 双手更是无处安放 激郡看穿她的小心思 让她无需在意这点小事 两人刚刚死里逃生 能活着已是莫大的幸运 一日莎拉还在回味 昨夜靠在激郡背上的感觉 激郡担心她吸入过多烟雾 伤了喉咙 贴心地过她泡了一杯养生茶 两人了解 前夫疑似故意纵火一身 激郡建议莎拉报警处理 但现场没有监视器或者目击者 即便报警 警方也是无从下手 事实的确如此 激郡担忧莎拉再次遭到伤害 只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 就让激郡产生一种 被莎拉需要的感觉 两人畅聊间 事务长鬼鬼祟祟 留进激郡的办公室 翻找资料 她无意中发现 激郡还在跟进 查足莎拉婚姻的 小三死亡案件 通过调查 激郡觉得这个案子 一电重重 小三不可能 向警方通报了那般 死于小拍 激郡决心要查个明白 不久前 她找到小三的爷爷 对方提供了一部 小三用过的旧手机 里面全是 沙拉前夫和小三的亲密合照 事务长看到这些资料 转头就告诉了 沙拉前夫 前夫生怕激郡会查到自己头上 吩咐秘书留意激郡的一举一动 同时通知沙拉 表示她愿意支付妻子 喊女士赡养费 收到消息沙拉 开了一瓶红酒来庆祝 然而她不胜酒力 没喝几杯 便晕倒在激郡怀里 隔天激郡独自和前夫见面 并带来离婚协议书 让前夫签署 解决完离婚案件 激郡严肃地警告前夫 不要再伤害沙拉丰毫 否则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如今 韩女士总算结束了 这场毫无幸福可言的婚姻 不久后 团队也收到了新的委托 委托人是崔小姐 她和名校毕业的丈夫 组建了家庭 丈夫事业有成 却因车祸导致下半身瘫痪 崔小姐则是个网络节目博主 喜欢上传一些丈夫丈夫的 日常生活视频到社交平台上 两人看似关系融洽 实际上崔小姐难以忍受 丈夫的控制欲 逐渐产生了离婚的想法 正说着崔小姐本人已经来到事务所 沙拉主动和她打招呼 崔小姐却直勾勾地盯着鸡俊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原来两人曾是情侣关系 热情奔放的崔小姐 总会做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她时而含情默默地看着鸡俊 时而主动俯伤鸡俊手臂装熟络 把沙拉看得目瞪口呆 更让人惊讶的是崔小姐声称 丈夫看到自己和鸡俊过去的合影 产生误环 所以才对她越发地不放心 会谈结束 崔小姐来到沙拉的办公室 想讨杯咖啡盒 趁沙拉不在 崔小姐在她的桌上乱翻 直到被沙拉撞见 离开前 崔小姐已有所耻地询问沙拉 是否知晓鸡俊来事务所工作的原因 待崔小姐离去 鸡俊向沙拉解释 她和崔小姐只有过一段露水情缘 她根本记不清其中的细节 沙拉忍不住吐槽鸡俊 鸡俊的回答让沙拉扑斥一笑 她本想拒绝崔小姐的委托 然而鸡俊了解到对方不想把私事泄露给外人 所以才找到事务所帮忙 见鸡俊不反对 沙拉也不再持相反意见 她只能装作不在意两人的过去 大方地接受这次委托 虽然崔小姐已经产生离婚的想法 但她人和丈夫互相关心 夫妻俩还在更新直播 沙拉发现崔小姐的丈夫时常受伤 许多粉丝看到崔小姐为丈夫治疗伤口的视频 都会称赞和鼓励这对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 沙拉在接近的陪同下 来到崔小姐家中找丈夫谈话 提到崔小姐时 丈夫脸上露出宠爱的表情 在她看来 崔小姐想离婚只是偶尔闹脾气而已 夫妻俩关系融洽 绝对不会离婚 此外 丈夫完全不认得鸡俊 也不知道鸡俊曾和崔小姐谈过恋爱 拍过合照 显然这对夫妇有一方在说谎 两人准备离开 刚好碰上崔小姐 她坚持要留下鸡俊 声称有钥匙商谈 沙拉只好独自乘坐计程车 她透过窗户向外看 注意到崔小姐主动挽伤鸡俊的手臂 沙拉离开后 崔小姐还暧昧地勾起鸡俊的领带 想和她单独过夜 鸡俊坐怀不乱 冷漠地拒绝了崔小姐 崔小姐迟迟无法勾引到鸡俊 转头打电话给沙拉前夫 要求提高费用才肯继续合作 原来前夫不想让鸡俊和沙拉继续共事 找来崔小姐假借委托的名义 想拆散二人 当天晚上 崔小姐来到鸡俊办公室 想用美人计迷倒鸡俊 她见沙拉正向这边走来 紧紧抱着鸡俊 可鸡俊完全不受诱惑 还狠心将崔小姐赶走 事后沙拉撞见崔小姐 打给前夫的秘书求助 这才知道了真相 了解事情原委后 鸡俊和沙拉决定 终止和崔小姐的合作 两人独处时 沙拉忍不住询问鸡俊 为何坚持加入自己的团队 鸡俊只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沙拉 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 她想借机继续调查 小三以及徐教授的案子 一人同事们在讨论 崔小姐的离婚委托事件 小春忽然发现关键点 曾经也有类似的案例 像崔小姐丈夫这样行动不便的人 被配偶不易伤害 以此博取大众的关注和同情 沙拉想到 丈夫才是这段婚姻里的受害者 决心查明真相 沙拉再次带着鸡俊 来到崔小姐家中 却见丈夫躺在地上 就在刚才夫妻俩发生争执 丈夫摔倒在地 崔小姐首先关心的不是丈夫 而是自己的名牌包包 以崔小姐当网络博主的条件 根本不可能花得起大价钱 购入名牌 大家发现她还在和出手阔绰的赞助商约会 于是鸡俊也加入到约会竞拍的活动中 有了富婆强威的帮忙 大鸡假扮成功人士 以最高价赢得竞拍 得到和崔小姐吃饭的机会 用餐期间 崔小姐使出惯用手段诱惑大鸡 只要大鸡肯付钱 要她做什么都可以 丈夫得知崔小姐的真面目后 主动告诉莎拉 自己吃素与经常受伤 都是崔小姐故意而为之 她这样做 经济是为了提高窝房量而已 原本丈夫不肯和崔小姐撕破脸皮 走到离婚这一步 莎拉以自身经理安慰对方 离婚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反而是一次重生的机会 在沙拉的劝说下 丈夫决定让崔小姐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天是夫妻俩举行结婚周年拍录的日子 崔小姐为了增加直播观看人数 故意安排了一个演员来大闹现场 接着再由丈夫出面 对崔小姐深情告白 击破这段时间 关于崔小姐被赞助商包养的传闻 谁知沙拉真的找来了某位赞助商的原配 拽住崔小姐的头发 修理了她一顿 而原本应该在大家面前 对崔小姐深情告白的丈夫 当众宣布要和崔小姐离婚 这一刻直播在线人数达到了十万 崔小姐也失去了用于炒作的丈夫 她气愤地看着在场的沙拉 拿着热水壶向她走去 好在小春及时出现 一个过肩衰把崔小姐撂倒在地 最有应得的崔小姐 因伤害残障人士被警方拘捕 解决完了案子 沙拉和基俊之间也产生了间隙 早些时候 沙拉从韩女士手中拿到 丈夫涉嫌操纵股价等资料 资料显示有一位徐教授 和前夫关系密切 沙拉无意中看到基俊的本子上 也记录着徐教授坠楼的案子 而且附带着有自己名字的信息 沙拉意识到基俊加入团队的心思并不单纯 基俊急忙澄清试试 这时前夫坐在车内来到两人附近 沙拉健壮故意在前夫面前主动吻上基俊 前夫经过附近才好看到这一幕 基俊也注意到前夫的存在 明白沙拉是在利用自己 沙拉解释 她想进一步刺激前夫 好查出对方为何会在意两人共事 两人分开后 双方各自心情沉重 沙拉刚回到家门口 前夫激动地冲过来 指责基俊一直在利用事务所查案 沙拉淡定回应 沙拉将前夫怼得哑口无言 她很快发现 前夫一直在讨好政府党代表 筹备扩大法学院规模一事 为了打击前夫抢回儿子的抚养权 沙拉必须设法接近党代表 巧合的是 强卫刚好和党代表是同一家美容店的VIP客户 她大方地将用户卡借给沙拉 隔天沙拉来到美容店 假装和党代表偶遇 党代表记得沙拉曾是前夫的妻子 也知晓她现在正从事协助他人处理离婚的工作 好巧不巧她也有离婚事务 有求于沙拉 党代表原本有着幸福的四口之家 她和丈夫养育着两个孩子 但这两个孩子都是丈夫和前妻所生 党代表和孩子们没有血缘关系 却早已建立情感的纽带 三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近日党代表夫妻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丈夫急着敢在名下公司上市前和党代表离婚 以防日后让她分走更多财产 党代表担心夫妻俩分开后 她难以得到孩子们的抚养权 因此坚决不同意离婚 沙拉需要党代表的帮忙 于是爽快地接下这次委托 她带领同伴上门拜访党代表丈夫 丈夫一上来就让牧师为沙拉占卜 作为一个迷信的人 丈夫对牧师的话深信不疑 就连她会产生离婚的念头 也是因为牧师曾说过 她和政客之间是相克的关系 必须尽早分开 才能确保未来之路顺畅 这次拜访让沙拉明白 牧师才是这次离婚事件的关键人物 经过商议 大家决定先从牧师下手 此人有众多信徒 以预言未来和治疗疾病的能力闻名 当初丈夫的公司因周转布林陷入困局 牧师指点她购入一只股票 丈夫果然赚了一笔钱 后来她的失眠症 也是被牧师用超能力治好 鸡骏从大家口中了解此事 声称自己有超能力 只见她将沙拉的戒指放在桌上 双手向戒指发力 戒指竟真的动了起来 还能漂浮在空中 最后带回沙拉手上 看完鸡骏的表演 众人赞叹不已 鸡骏却不敢透露背后的玄机 沙拉看得津津有味 忍不住扑斥一笑 鸡骏见她心情不错 于是趁热打铁 邀请她来家里坐坐 顺便听一听自己的解释 沙拉在鸡骏家中 看到她在墙上贴满 和徐教授遗案 有关的人物信息 直到现在 沙拉才得知 前夫曾和小三来往过密 鸡骏再次向沙拉坦白 自己加入事务所 确实是想同时调查 徐教授和小三的案件 只因这两起案件都涉及到前夫指的关键人物 但更重要的是 她想珍惜这次能够和沙拉重逢的机会 沙拉无视激进这番隐晦的告白 此时她已发现能打败前夫的方法 在沙拉接下党代表离婚委托的事务后 事务长一直在默默观察他们 事后还把情报转告给了前夫 前夫判定党代表如今被离婚仪式缠身 加上对方没有要帮忙扩大法学院规模的意愿 于是前夫和母亲商业 把党代表拉下台 再扶持委员和母上位 好达到母子俩的目的 对政客来说好名声比一切都重要 前夫悄悄收买了牧师 让她对外说出自己是党代表导师这类谎话 留言一出党代表果然受到众人谴责 事到如今 沙拉等人必须尽快揭穿牧师真面目 一旦被民众得知党代表的丈夫是牧师的忠实信徒 形势将对党代表不利 为了证明牧师是个骗子 沙拉让鸡俊和强威假扮成信徒 带着实时录像设备去找牧师 祈祷日这天 在一群狂热的信徒面前 牧师开始装神弄鬼 他当场为一名癌症病人 拿出他体内的肿瘤 信徒相信牧师具有超能力 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祈祷结束 鸡俊和强威来到洗衣房寻找证据 发现那块所谓的肿瘤 不过是牧师提前准备好的道具罢了 等人收集好证据准备离开 一个男人闯入教会闹事 痛斥牧师是个骗子 导致他和妻子无故离婚 装成盲人的强威 忍不住好奇心 探头探脑地在观望 被牧师的手下发现了破绽 积郡拼命保护强威 幸好沙拉及时开车赶到 两人才能逃出生天 事后 沙拉将视频证据摆在党代表丈夫面前 希望她能明白 牧师只是个徒有其表的神棍而已 丈夫执迷不悟 认为视频是沙拉伪造的 但她考虑到 如果视频外流 以民众的角度发现 牧师是个骗子 必定会影响自己公司的声乐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丈夫只能妥协 她按照沙拉的吩咐 请求牧师对外做出澄清 牧师想到自己还要继续 从丈夫的公司中获利 于是答应了她的请求 牧师在记者面前 解释自己并非党代表的导师 流传出来的视频是惊人恶意剪辑过的 解决流言事件和 基俊抽空继续跟进徐教授的案件 他再次来医院探望昏迷的徐教授 希望对方的家人能提供徐教授的手机 只有这样他才能帮忙查出 徐教授坠楼事件的幕后黑手 徐教授的妻子无信外界传言 认定基俊对徐教授实施高强度调查 才间接导致她还死亡 因此总对基俊冷眼相待 基俊不放弃 一直耐心劝劫对方配合自己 在基俊的不懈努力下 徐教授妻子终于将手机交了出来 但手机曾被沙拉前夫拿走 现在已被出屎化 删掉了所有数据 幸好基俊这边有电脑高手打击帮忙 将手机数据恢复 基俊因而得知 最后和徐教授通过话的人 就是沙拉前夫 当时徐教授即将面临检察官的盘问 他急着问前夫要回自己的投资金 那是他的全部财产 前夫担心徐教授拿回钱后 会将大家一起行贿等罪行曝光 决定将其无情抛弃 前夫将一段不雅视频发给徐教授 扬言会将该视频转发给他的家人 徐教授这才做了不好的选择 基俊将关键证据和手机转交给检察官同事 请他务必将前夫绳之以法 同事拿着证据眼神不断闪烁 在基俊离开后 他转头就把证据毁于一带 只因他曾出入过赌场 有把柄落在前夫手里 前夫确认证据被缓 同时还派人到基俊和莎拉家里乱翻一通 确保他们没有备份资料 基俊回到家中 看见家里被翻得底朝天 他给莎拉打句电话 却没人接听 基俊赶到莎拉家 见大门打开 便直接走进去 一个男人拿着玻璃瓶 在基俊身后出现 将其砸晕 莎拉随后回来 正好和男人擦肩而过 回到家里 莎拉看到基俊晕倒在地 满头是血 受伤的基俊被莎拉送进医院急救 莎拉出于担心 不由地握着基俊的手 见基俊快要醒来 莎拉紧张地将手冲回 有若无其事地在一旁整理衣物 基俊睁开双眼 仍感到手上有莎拉残留的温度 想到两人的家都被翻了底朝天 基俊怀疑此事和检察官同事有关 想联系对方 莎拉却断定同事不会接电话 因为她听说同事已经跳槽到前夫的律所 果然同事的手机无人接听 莎拉猜测 事件背后大概率是前夫在搞鬼 基俊这才明白 是自己错信他人 才导致功亏一篑 为今之计 只能等基俊养好伤再说 由于基俊有手有伤 许多事都要靠莎拉带牢 基俊想起一步 曾经和莎拉一起看过的电影 电影里的男女主角也是九年后再次重逢 莎拉随便在电脑上找了部电影应付她 准备离开 基俊坚持要陪她走走 两人走了一段路 基俊提醒莎拉最好去酒店暂住 以免回家被吓到 基俊的话让莎拉心头一暖 他听从基俊的建议 回到家收拾衣物准备搬去酒店 抽屉里放着的一个工艺品引起了莎拉的注意 这个小玩意儿在基俊家也有一个 这个工艺品是两人共同的美好回忆 以至于双方都将它保留至今 莎拉深知基俊遇袭事件是无恶不作的前夫所为 无奈她在明敌人在案 前夫早已将相关证据毁得干干净净 确保警方不会查到她头上 此外前夫还将党代表夫妇和牧师的合照 交给党代表的死对头何某 前夫透露党代表的丈夫是邪教忠实信徒 不久后媒体曝光了 牧师疑似为党代表导师的新闻 党代表有口难辨 那张合照是她在不知道牧师身份的情况下拍摄的 她和牧师根本毫无关系 莎拉建议党代表尽快澄清事实 只要她声明丈夫才是牧师的信徒 并和丈夫离婚 一切都能迎刃而解 党代表不愿孩子们因此事受到牵连 拒绝了莎拉的提议 莎拉还没想出应对职策 又遇到另一个难题 前婆婆发现保姆暗中和莎拉有联系 还将莎拉儿子近况透露给对方 她特意把莎拉儿子叫到面前 谎称莎拉夫妇离婚 权疑莎拉在外面有了男人 才会抛弃儿子 莎拉透过手机视频通话 看到儿子无助地叫着妈妈 让她心如刀割 整理好心情后 莎拉带着食物来探望积俊 两人碰上同病房的病患看护 看护以为两人是夫妻关系 催促他们趁年轻尽早生孩子 积俊也不辩解 直接承认下来 积俊和看护对话 把莎拉听得目瞪口呆 该看护离开后 积俊解释 看护想得到一份工作 她不好直接拒绝 并谎称有妻子照顾 莎拉被积俊的谎言逗笑 看到莎拉脸上终于流露出笑容 积俊也松了一口气 她早已看出 莎拉正烦恼 如何为党代表解决离婚事宜 她也知道党代表想保护孩子的心情 和莎拉如出一辙 莎拉难得遇见知心人 受到积俊鼓励和支持的她凝视着积俊 蓝眼笑意 就在这时 何某为了进一步将党代表拉下台 联合莎拉前夫做了一件坏事 某天夜里 何某收买了某位干洗店店主 店主的妻子也是邪教信徒 自妻子姓教后 她的家庭分崩离析 店主联系上党代表 将自己的遭遇分享出来 党代表见她可怜 便用购物袋装了些食物送给她 前夫秘书躲在暗处 拍下两人铜框的画面 一日何某将秘书拍的照片曝光 在会议上指得党代表将钱放在购物袋里 收买了干洗店店主 掩盖自己是信徒的丑闻 做完伪证后 店主忽然人间蒸发 党代表因此陷入邪教组织风波中 更让她苦不堪言的是 丈夫听信牧师谗言 认为患病的儿子无需服药 有牧师的祈祷就能痊愈 眼看着丈夫抢走儿子要我 还不允许她留在医院救治 党代表心乱如麻 不知该如何是好 一双儿女看清了父亲的真面目 在这个愚蠢又固执的男人眼中 牧师比他们的家庭更重要 到这一刻 孩子们都希望党代表狠下心来离婚 比再被父亲拖累 有儿女的支持 党代表总算愿意踏出第一步 再加上莎拉承诺 一定会帮忙找出争夺孩子抚养权的办法 党代表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她主动召开了记者招待会 正面澄清邪教传闻 同时她宣布自己会接受丈夫的离婚诉求 并抢得孩子们的抚养权 记者会后 莎拉收到韩女士的信息 对方提供了莎拉儿子的联系方式 莎拉打通儿子电话 说明自己有外遇一事 都是前婆婆的谎言 儿子得知真相 总算能重展笑颜 不久后 莎拉来接痊愈的基俊出院 基俊陪伴莎拉回家收拾衣物 她见屋子里一片凌乱 便主动帮忙打扫 基俊留意到桌上的工艺品 以为莎拉和自己一样 对过去的感情念念不忘 她拉着莎拉的手 对其真情流露 沙拉的心被基俊触动 让她产生一丝想和基俊复合的念头 让她想到 如果儿子知道这件事 很有可能会误会自己 莎拉推开基俊的手 希望两人放下过去 各自展开新的生活 基俊不肯放弃 她拉过莎拉的手 放在自己滚烫的心口 承诺会一直等到 莎拉回头 如今党代表的离婚委托案件 迫在眉睫 莎拉把儿女事情先放在一边 和同伴们想出解决办法 由于离婚的关键点在于 丈夫是邪教信徒 因此必须让牧师亲口承认 自己的罪行 大家提前收集了牧师手下 利用职权敛财的信心 与他合作 有手下做内应 习惯每天喝一瓶维生素饮料的牧师 不知道这天的饮料 会下了药 因此被迷晕过去 强威和事务长两个生面孔 则夹扮成检察官 将牧师带到一个小黑屋来拷问 手下也作为人证 出现在牧师面前 让牧师误以为 经他治疗过的患者 出现大量的身体不适症状 牧师给予撇清关系 说明自己没有超能力 为癌症病人摘除出来的肿瘤块 都是动物血罢了 得到牧师的口控后 莎拉将小黑屋炸开 外面所有信徒都亲耳听到 牧师承认自己是个骗子 信徒群情激愤 将牧师和手下抓住 狠揍一顿 而莎拉则带领团队完美离场 坐车离开途中 莎拉不小心掉了一杯饮料 激骏下车查看 发现原来物体在行驶的 车辆中掉下 由于惯性的原因 物体会继续向前滚动一段距离 看到这里 激骏猛然想起 小三死亡案中 他是在乘坐计程车时掉下来 正常来说 遗体的掉落位置 应该在刹车胎印前方 而不是像新闻报道那样 显示掉落在刹车胎印后方 激骏发现可疑点 想请警方重启调查小三的案件 谁知警方的态度敷衍至极 激骏和沙拉不放弃 决定将前夫和小三的亲密合影 曝光给记者 由记者来推动小三案件的重新调查 前夫得知此事 赶来两人面前 他手机里还保存着和别人的互通信息 显示在小三死亡当天 前夫是收到信息后 才知道小三死去 前夫放话 一旦沙拉二人曝光他和小三的私情 反而会被他要求付出精神损悍的赔偿 但信息已有被伪造的可能 沙拉在旁观察前夫的反应 感觉他并没有说谎 无奈之下 激骏只能暂缓小三的案件 一日前夫来找党代表 如今邪教组织的传言已被攻破 党代表重新夺回话语权 前夫不惜跪在党代表面前 将转而投靠他这边 党代表看清 前夫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不想和他再扯上任何关系 反而极力邀请沙拉加入自己的竞选小组 为自己助力 前夫见沙拉深受党代表的重用 意识到他有利用价值 于是不知廉耻地向沙拉提出复婚 还用儿子的探视权来要挟沙拉 沙拉原本不打算理睬前夫这个疯子 但儿子是他的软肋 一想到儿子 沙拉泪如泉涌 产生了一丝犹豫 前夫一心想打动沙拉 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这天一盒新型玫瑰被送到事务所 沙拉一件是前夫送的 立马脸色一变 将玫瑰剪烂退回给前夫 随后收拾好心情和小春一起 为母亲的忌日做准备 激俊见状主动过来帮忙 由于经验不足 沙拉对祭祀流程一窍不通 激俊父母早逝 对祭祀步骤了然于心 他全程为沙拉忙前忙后布置好一切 激俊的贴心举动让沙拉心头意暖 沙拉眉眼带笑 经激俊提醒才回过神来 三人布置好祭祀现场讨论起小三死亡案件 当午至极是找到案发现场的目击者 正说着前夫来到门口 正好听到三人的对话 前夫知道今天是沙拉母亲的忌人 特意带着果安前来祭拜 沙拉对前夫没有好脸色 还让激俊和小春帮忙 把前夫带来东西全部扔掉 前夫仍不死心 以下次带儿子来见沙拉为由 希望能说服沙拉 激俊见前夫 频繁向沙拉示好 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疑惑 沙拉只说前夫想利用自己 接近党代表 对复婚仪式只字不提 激俊不禁感叹 前夫竟卑劣到如此地步 说完全夫的事 沙拉拿出母亲的照片 激俊总觉得照片上的人很面熟 她拿出沙拉母亲 曾出现在检察院的监控视频 以及播出自己和对方的童话录音 沙拉瞬间认出 小三案件的举报者就是母亲 由于母亲离世当天 曾去过检察院 后来又跟着一名陌生男子离开 沙拉细思极恐怀疑母亲死于她杀 送走激俊和小春后 沙拉无力地坐在楼梯口 母亲不在这件事是沙拉一生无法言喻的痛楚 一日在激俊的陪伴下沙拉来到母亲生前工作的小吃店 时至今日沙拉仿佛还能看到母亲在店里忙碌的身影 小吃店的员工认出沙拉 和她说起许多和母亲有关的往事 她提到店里有个兼职生小培和母亲关系密切 还没等沙拉找到小培 前夫的秘书已经来到小培家门前 在听到沙拉等人的对话后 前夫也想起小三出事当天 小培曾在自己身边出入过 后来还慌慌张张地离开 为了确保小培不会乱说话 前夫派了秘书来处理小培 小培一眼认出秘书就是前夫身边的人 她急事地从后门溜走 这才没有被对方抓住 在秘书没出现之前 小培身边有个疯狂的前男友 一直在跟踪和骚扰她 如今秘书和前男友都对她不怀好意 小培已不知道谁人可信 当沙拉找到她时 她不想再卷入任何风波之中 于是拒绝为沙拉提供线索 沙拉不死心继续说服小培 她将小培和母亲的合照发给对方 情真意切地向对方求助 小培看到合照动了侧隐之心 同意和沙拉见面 并将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 小三出事当天 也是前夫和韩女士举办求婚拍对的日子 小培来到拍对现场坐监直升 高档豪华的套房让小培心生羡慕 她拿着手机拍下房间里的风景 前夫忽然走进来吓了小培一跳 她把手机掉落在花篮里 手机录像还拍着 正好拍下前夫和小三的对话 小三不满前夫和别的女人再婚 扬言会曝光她行贿的证据 小三离开后 前夫拍秘书去抢回她手上的证据 必要时可以把小三处理掉 小培看完手机里的视频 怀疑小三的死和前夫有关 不久后她拿着证据和沙拉母亲来到检察院 只不过是去了一趟厕所的功夫 小培回到大厅 以不见沙拉母亲的身影 后来发现她上了前夫秘书的车 因为害怕惹火上升 小培早已将手机里的视频删除 没有了证据 沙拉只好恳求小培 向警方作证 同时为她安排一个安全的住所 这天晚上 小培准备跟沙拉和鸡骏前往警局 她回到公寓收拾东西 却被前男友堵在门口 前男友总怀疑小培和别人有染 对她的态度极其恶劣 两人争之间 小培被前男友推到墙上 撞到头部 沙拉和鸡骏两个公寓 却一直联系不上小培 鸡骏不停拨打小培的电话 前男友认定和小培联系的这位律师 就是第三者 失去理智的她 喊下心来杀害了小培 没有了小培这位重要人证 刚刚有些眉目的调查进度 被迫中断 鸡骏将失落的沙拉送回家后 准备离开 她放心不下沙拉 又给对方打了电话 可电话那头一直无人接听 鸡骏赶到沙拉家门口 输入几次密码都不成功 她尝试输入自己的生日 门竟被打开 此时沙拉因伤心过度几乎缺氧 正孤独地蹲在地上 鸡骏将她紧紧楼在怀里 帮忙调整她的呼吸 待沙拉心情平复后 鸡骏问起沙拉 为何将自己的生日当作大门密码 沙拉表示自己是用旧手机号码来当密码 只是刚好和鸡骏的生日重合了 尽管沙拉不承认 鸡骏还是能猜到 沙拉对自己愚情未了 不管要等多久 鸡骏都愿意等到 沙拉肯对自己敞开心扉的那一天 文言沙拉泪流不止 鸡骏温柔地将她抱在怀里 轻轻扶去她眼角的泪水 温柔她柔软的双唇 这样一个暧昧的夜晚 让沙拉对鸡骏产生了愧疚 隔天沙拉向鸡骏解释 听闻鸡骏的回答 沙拉内心释怀 她来到党代表面前 表示愿意担任非专职咨询委员 在不影响事务所工作前提下 全力协助党代表 同时她还有个附带条件 在沙拉忙着处理党代表的事务时 鸡骏开始着手重新调查小三的案件 她先从案发当晚在小三离开的出租车司机下手 小三事件好 司机从原来的出租车公司辞职 到了另一个公司就职 她住在一个破旧宅小的公寓里 大门密码锁坏了 一推就能进屋 就是这样一个生活过的紧巴巴的普通司机 竟然能买得起一双价值900万的球鞋 继续结束调查回到事务所 前夫又派人送花来给沙拉 这一次沙拉没有拒绝 也没有将花退回 而是坦然收下 她已经决定要和前夫复婚 继续被恶婆婆当成吓人使唤 前夫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为了掌握她的犯罪证据 找出母亲离世的真相 沙拉决定以身犯险 接受她的复婚请求 机具深知 沙拉花了多大力气 才和前夫一家划清界限 她坚决不同意沙拉再回去受罪 由于沙拉态度强硬 机具便找到前夫狠狠拽着她的衣领 警告她别再试图动摇沙拉的心 可惜这件事的主导权是在沙拉手上 到目前为止 沙拉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 她不顾机具再三反对 答应了前夫的请求 前夫也有自己的条件 她让沙拉先安排自己和党代表见一面 以表诚意 沙拉的一意孤行 令机具内心无味杂陈 四下无人时她回想起两人那个暧昧的吻 不由地发出一声轻叹 大雨飘泼的夜晚 机具来到沙拉家门外 她想见一见沙拉 可伸出手后 却迟迟没有按响门铃 屋内的沙拉同样心情复杂 尽管她知道这个决定会伤害到机具 在鼻无他法的情况下 沙拉也只能一片片在心里向机具道歉 一日沙拉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强威等人 并申请两个月的休假时间 同时为了取得前夫的信任 沙拉很快为她和党代表安排了一次会面 前夫自以为能借沙拉的手拉拢党代表 实际上党代表一来就和沙拉交换了眼神 来人已经商量好要给前夫做一出好戏 会面结束后 沙拉拿出一份复婚合约书给前夫签署 这次复婚不会有盛大的婚礼派对 而是简单的办理结婚手续 一旦两人在此离婚 前夫必须把儿子的抚养权交出来 还要支付巨额赡养费 婆婆兼律所会长强烈反对两人复合 为了让沙拉至难而退 会长向警方指控她没有律师执照 却帮顾客介绍和处理法律事务 这些都属于违法行为 接近也被怀疑为分摊违法收益 没多久警察带着厚押搜查令来到事务所 会长也一并出见给沙拉一个下马威 离开时 会长和事务长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正好被沙拉看在眼里 无奈之下 沙拉只能把压力转移到前夫身上 希望她先去说服会长 否则两人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 见过前夫后 沙拉回到事务所 听说自己和基俊被控告的原因 是因为事务所里存在双重账本 如今就连事务所监控视频主机都被搬走了 沙拉这才反应过来 这次事件是有人故意陷害自己 沙拉来到事务长的办公室 果然在她的抽屉里找到她做内鬼的证据 事务长见事情暴露 也没有脸面再留下 基俊接连目睹会长的很多手段 她担心沙拉和前夫复合 不知道还要遭遇多少艰难险阻 便恳求沙拉再认真考虑一下 那和沙拉主意一定 基俊无法改变她的想法 也不愿眼睁睁看着她再落入虎口 宁愿自己收拾东西离开事务所 从事务所辞职后 基俊自己开办了一家法律事务所 这段时间 沙拉因休假无法处理事务 强威便派大鸡和小春来给基俊帮忙 沙拉如愿回到前夫家中 会长即使再不情愿 引诱不过儿子的坚持 但她始终认定 沙拉肯回到这个家里 一定另有目的 沙拉一再解释 自己舍不得离开儿子 能待在儿子身边 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会长半信半疑 继续把沙拉当作下人使唤 要求她亲自给自己切水果 如今沙拉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懦弱人机 才不惯着这个恶婆婆 她故意把水果顶部切走 做成祭祀的白法放在会长面前 并要求她以后对自己客气一点 收拾完恶婆婆 沙拉找到机会潜入她的房间里 查找母亲去世当天 会长母子的行踪 没想到电脑上的记录显示 那天会长母子俩都没有去过检察院 画面一转 基俊也在为沙拉母亲的案子 绞尽脑汁 想找到真相 查出小三案件的内幕才是关键 为了查明此案 基俊让大鸡和小春 秘密跟踪曾经在小三离开的出租车司机 找到目的地 司机偷偷摸摸地上了另一辆车 大鸡假装捡到失误 撬开车窗 询问司机是否为失主 借此看到车里坐着的另一个人 竟是会长 司机曾为会长做过见不得人的勾当 他一次次向会长索要封口费 会长了解到基俊等人想重新调查小三案件 便再次给了司机一笔钱 让他趁早离开韩国 没多久 司机又来家里找沙拉丈夫 沙拉回到家 注意到地上摆放着一双名贵球鞋 他从秘书口中得知是律所的某位职员来和丈夫商谈要事 在这位职员离开时 沙拉发现对方曾是为会长服务的司机 他带着疑惑来找基俊 经两人确认 带走沙拉母亲的陌生男子 和曾经在小三离开的出租车司机都是同一个人 沙拉将丈夫的行程记录递给基俊 上面标记着他在母亲去找基俊的时候 并没有出入过检察院 但基俊分明记得在那个时间段里 他确实在检察院见过沙拉丈夫 两人推测丈夫有所隐瞒 故意改了行程 现在两起案件都和司机有关 而会长母子也和司机有关联 如果能让司机说出真相 所有的难题都将迎刃而解 沙拉临近一动想出一条妙计 当天晚上沙拉把司机遇到事务所 拿出母亲在检察院的监控视频 询问司机是否知晓母亲当时的去向 司机失口否认 也不承认自己就是视频里带走沙拉母亲的男子 沙拉见他狂吞口水 双脚发抖便知道他心里有鬼 于是故意泄露自己在追查母亲离世的真相 司机转头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沙拉丈夫 想从他身上也索取一笔风口费 丈夫正对沙拉的行为感到迷惑之际 却听闻法学院扩建的法案已顺利通过 丈夫以为是沙拉在党代表面前帮忙说好话的结果 对她赞不绝口 实际上法案原本已经通过审批 党代表只是起了顺水推舟的作用 同时还沙拉一个人情 当晚沙拉成丈夫喝醉酒用她的手解锁了手机 查看她未来几天的行程 发现有一天写着要进行垃圾处理的字眼 沙拉猜测这是丈夫要做坏事的预警 于是打电话提醒基俊要在那天做好准备 不久后基俊等人开车跟踪司机 在目的地附近撞上她的车将其绑架 事后司机的车停在目的地 基俊用她的手机通知了沙拉丈夫 一辆车从天而降 将司机的车压得粉碎 司机站在不远处得知自己险些被灭口 面对沙拉等人的质问 他终于承认自己收到沙拉丈夫的指示 在检察院帮忙带走沙拉母亲 让她随后在中途下车 对之后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基俊继续追问小三案件的真相 那曾想一个不留神被司机找到机会逃跑 众人转身去追 却见司机被车撞上生死不明 沙拉等人将她紧急送离抢救 总算捡回一条命 事后沙拉本想在丈夫面前 假装自己对这件事毫不知情 丈夫默不作声 拿出手机开始录音 她已经查到司机那辆被撞的车 租车人是小春 沙拉知道瞒不下去 承认自己是在调查司机是否和母亲的死有关 但她没料到对方抢车逃跑的行为 为防再被丈夫逼问下去 沙拉结束和她的对话 拿着检察院的监控视频来找婆婆 想知道她是否为司机背后的主使 婆婆什么也不喷说 冷漠地将沙拉赶出房间 沙拉丈夫以为母亲刚才只是不肯对沙拉说真话 实际上婆婆确实不知道司机为何会那样做 她也想了解各种缘由 便派人调查沙拉母亲去世当天司机的行车记录 既然婆婆母子双双隐瞒事实 沙拉决定用离间计挑拨两人的关系 让他们不打自招 强威按照沙拉吩咐 在高级美容院里散播谣言 谎称沙拉丈夫想要从会长婆婆手中夺权 婆婆听闻此事原本没有放在心上 紧接着秘书来报 根据记录显示 司机把沙拉母亲带走那天开的是沙拉丈夫的车 而且司机近日出车祸的事似乎也和沙拉丈夫有关系 婆婆来到房间想找儿子求证 却在桌上找到一部屏幕已摔烂的手机 她试着拨通司机的电话 没想到桌上的手机竟开始响铃 显然这部手机属于司机本人 但沙拉丈夫解释手机是她在车祸现场捡的 婆婆正满腹狐疑又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 发见人自称是司机的弟弟 表示司机最近受到沙拉丈夫的威胁 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婆婆头上 婆婆万万没想到 这条信息的真正发见人其实是沙拉 这一招果然让婆婆心神不宁 她开始怀疑儿子的用心 沙拉丈夫的确有所行动 她派人抓走在医院的司机 从司机口中得知最近沙拉的动作 便派家里的庸人在房间的花盆里安装气听器 沙拉的队友们在知晓司机被带走后 猜测是丈夫所为 他们预判了丈夫的行为 急迅送给沙拉一个监测工具 以防丈夫在沙拉身上安装气听器 沙拉回到房间见庸人神色慌张 等对方离开后 她果然在花盆里找到窃听器 想到疑心病重的丈夫 沙拉拿着急迅给的工具来到会长房间 又在某本书里找到同款窃听器 她将证据摆在婆婆面前 气得婆婆狠狠损了儿子两巴掌 丈夫一言不发 放出一段手机录音 这是在几天前 司机按照丈夫的吩咐 来到婆婆面前 又是她说出小三出示真相的对话 婆婆没想到儿子连自己也会针对 她一路之下奔起花盆想砸过去 却发现花盆下有沙拉布置好的窃听器 丈夫明白这是沙拉以牙还牙的手段 母子俩转到院子里谈话 现在丈夫还不急着对沙拉动手 她要确定法学院项目成功后再斩草除根 没能诱导婆婆母子说出实话 沙拉转而让鸡俊等人寻找司机的下落 经过调查 司机已经潜逃到国外 她适度如命 很快就把会长母子给的封口费 输得一干二净 警方怀疑她的钱来路不明 准备调查她是否涉嫌洗黑钱 得到这些消息后 沙拉做好准备打算先发制人 当天晚上 沙拉回到家中 第一次感受到会长婆婆对自己的关心 婆婆不仅允许她坐到自己身边 还把她喜欢的烤牛肉推到她面前 沙拉一眼看出婆婆的虚情假意 她故意把烤牛肉放去儿子面前 否认自己喜欢吃这道菜 见状婆婆的脸色瞬间不好了 就在这时 小春给沙拉打来电话 沙拉假装电话那头的人是党代表 在母子俩面前说出司机曾收过绿索一大笔钱 现在在境外赌博被逮捕了 因为这件事 党代表搁置了法学院设立的进程 闻言 婆婆母子面面相觑 同时都听到无外传来警力的声音 本来是沙拉私下举报的丈夫 让警方以涉嫌教苏杀害小三为由 将其紧急逮捕 到这一刻 丈夫慌了神 她不顾一切地把责任推到母亲头上 结果母子俩一同被带到警局 丈夫为了保护自己不惜牺牲母亲 甚至连自己做过的坏事 也打算一并让母亲背黑锅 一年前沙拉母亲去检察院 举报沙拉丈夫时 曾透露自己知道小三案件的内幕 她苦苦哀求女婿帮沙拉洗脱罪名 只要能还沙拉清白 她愿意帮忙掩盖真相 丈夫原本没把沙拉母亲的话当回事 直到她在检察院里碰见对方 才意识到不对劲 于是她派人把母亲带走 解释自己并没有杀害小三 想除掉她的那些话 是用来吓唬她而已 丈夫急于想知道母亲从何处听到内幕 母亲惊慌失措 只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丈夫极为不耐烦 久着她的衣领继续逼问 见对方还是不肯配合 丈夫怒气上头 猛地用力一推 沙拉的母亲一时没站稳 被丈夫失手杀害 如今丈夫只求自保 希望自己的母亲担下一切 设立法学院是丈夫一直以来的目标 除了给自己增添威望 法学院也是她用来和同伙洗钱的工具 丈夫想博得党代表的信任 甚至扬言会和母亲断绝关系 她自以为能获得党代表的支持 还举办了一场投资说明会 没想到会场上空空如也 所有人都被沙拉安排到隔壁会场 曾经被婆婆母子利用完又抛弃了的事务长 也受到沙拉的邀请来到此处 事务长愿意和沙拉联手 作为交换 沙拉不会起诉 她曾经给事务所伪造假账本的事 在广大记者面前 事务长拿出许多有列证据 指认婆婆就是谋害小三的主脑 沙拉丈夫和母亲互相掩盖彼此罪行 她还多次和女性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实际上利用完别人便狠心将其抛弃 事务长的发言让丈夫沦为重视之地 她还没想好应对之策 又得知一直昏迷的徐教授竟然已经醒来 证人徐教授的苏醒 对基俊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 对丈夫而言却是噩耗 更重要的是 基俊的检察官同事决定弃案投明 重新调查徐教授坠楼案件 也为基俊洗去曾经高压调查的冤屈 尽管婆婆母子的罪行已经曝光 但沙拉还不肯放弃 她要找到以杀人罪将丈夫送进监狱的方法 以寄母亲在天之灵 基俊理解她为了母亲不信一切代价的心情 决定要陪着她一直走下去 两人共渡难关 和丈夫开战前 沙拉将儿子送到强威家赞助 以防大人之间的斗争影响了孩子 那一切安排妥当 韩女士帮沙拉找来 更多有关丈夫行贿的资料 沙拉为了逼丈夫露出马脚 打算先瓦解她背后的靠山 时常行贿的人手里总会有一本 记录着交易细节的账簿 沙拉猜测 丈夫一定会用这个账簿 去要挟靠山保护自己 只要找到这本账簿 就能将丈夫定罪 通过调查丈夫的同伙 沙拉把突破口放在一个 管理行贿资金的嫖记者身上 嫖记者爱财如命 只要给的钱足够多 要她报道什么内容都可以 大家一致决定先从嫖记者下手 沙拉委托 薔薇花了一笔巨款 请嫖记者帮餐厅写了一篇宣传报道 嫖记者每次资的收了钱 却不知道钱袋里已经放置了追踪器 沙拉带着同伴们沿着追踪器 显示了地点赶来 面前是一片中了大蒜的农地 是记在沙拉婆婆的名下 管理者就是嫖记者 显然这里就是丈夫和同伙收藏秘密的地方 鸡骏正准备挽起袖子乱挖一通 墙威按照沙拉的吩咐 叫来了一辆挖土机 机器挖了一会儿 大家果然有发现 土地里埋着一个蓝色的塑料大棚 可惜里面只有部分现金 没有账过的踪影 沙拉看向土地附近的居民屋 带着大家连夜搜查 鸡骏以其丰富的检察官经验 断定秘密就藏在墙背后的洞里 没想到沙拉轻而易举地 在桌子底下找到了账簿 丈夫得知账簿失踪 又看到嫖记者写的报道 猜测此事一定和沙拉基骏有关 为了撤横沙拉 丈夫派秘书到学校把儿子带走 要求和沙拉当面谈判 沙拉迫于无奈 只能用账簿把儿子换回来 实际上沙拉交出的并非正本 等丈夫发现时 沙拉已经带着儿子和基骏顺利逃走 不久后沙拉将账簿等证据交给警方 仅以行贿的罪名将丈夫送进监狱 对沙拉来说还远远不够 为了坐实丈夫谋杀母亲的罪名 沙拉和基骏私下把丈夫的秘书约出来 两人谎称司机已经招供 警方调查丈夫后 从他口中了解到 把沙拉母亲推下楼的人是秘书 秘书坚决不肯说出真话 但基骏看出他的心动摇了 没多久大批检察官来到律所进行搜查 丈夫担心检察官还会一同调查 沙拉母亲的案件 便打算让秘书给假口供 他自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丈夫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 让秘书产生了一丝担忧 文言秘书看清丈夫的丑恶嘴脸 他主动联系上基骏 答应说出事实 检察院进入调查后 丈夫受奸夫所指 连类律所丢了业界威望 还失去了设立法学院的资格 他被逼得走投无路 只能主动找上沙拉 趁沙拉不注意 丈夫用药将她迷晕带走 沙拉醒来后 发现自己手脚被捆 丈夫逼迫她向自己求饶 并打开手机录音功能 命令沙拉承认账簿是伪造的 沙拉只在乎 丈夫是否为谋害母亲的凶手 不停地追问她 丈夫被问得不耐烦 她揪着沙拉的衣领 极力否认自己的罪行 在争执间 沙拉带在身上的窃听器 不小心掉了出来 丈夫见状 一脚将窃听器踩烂 早在丈夫打来电话时 沙拉就想到了随身携带窃听器 拿到丈夫的自白 将她绳之以法 如今窃听器被毁坏 信号中断 沙拉还没有诱导丈夫承认罪行 丈夫被沙拉的行为激怒 将她转移到其他地方 当启动车子 丈夫发现车不对劲 下车查看 沙拉注意到车内的行车记录仪 趁丈夫不在 她对着记录仪说出 丈夫接下来要去码头 丈夫在车下转了一圈 轮胎被戳破 为了不耽误接下来的行程 她换了辆车 载着沙拉离开 鸡骏等人稍后赶来 她注意到 丈夫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取出了其中的内存卡 丈夫来到码头 打开关闭沙拉的货柜 沙拉被冻得嘴唇发紫 货柜即将被运往国外 大概两个月才能到达目的地 被绑住的沙拉必死无疑 丈夫打开手机 逼沙拉录下自己教她说的话 操作时 丈夫才发现 录音功能一直没关闭 沙拉眼神闪烁 如果拿到音频 就有了审判丈夫的证据 丈夫逼迫沙拉说下自白 沙拉拒绝 就算自己做了伪证 丈夫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因为她的秘书已经决定出席 检方的问讯 丈夫立马拨通秘书的电话 秘书表明立场 她只会承认自己做过的坏事 不会当丈夫的替罪羊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货柜即将被搬上货船 沙拉开始打感情牌 以自己即将死亡为由 请求丈夫在她死前告知真相 见沙拉一脸迫切 丈夫坦白 她失手把岳母推下楼 并不是故意杀人 沙拉怒斥丈夫 没有第一时间救下母亲 而是放任老人死亡 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成为像她一样的人渣 说完 丈夫把匕首放入沙拉的手中 嘱咐她割断绳子 不被束缚地在货柜里等死 丈夫无情地关闭了柜门 没一会儿 集装箱被拉往码头 沙拉蹲在地上 被冻得瑟瑟发抖 濒临死亡 她的脑海像走马灯般 播放着过去的回忆 母亲的笑脸 儿子的笑容 还有与激俊在一起的一幕幕 伴随着美好的记忆 沙拉体力不支 晕倒在地 恍惚间 她看到柜门被打开 激俊呼唤着她的名字 不久前 激俊及时赶到 拦下了运送的车辆 她打开所有集装箱的门 一一确认沙拉是否在其中 激俊扶起沙拉 把自己的衣服 披在她身上 抱着她离开货柜 沙拉全身贪软 无力地靠在激俊的肩上 沙拉获救后 她跟随检察官们 拦住逃离的丈夫 沙拉走上前 一脚把丈夫 剃倒在地 从她怀中掏出手机 愚笨的丈夫 竟然一直没有关闭 录音功能 再删除文件 留下了自己的罪证 为母亲报仇雪恨好 一转眼来到几个月后 校春和大鸡 举行了婚礼 沙拉发表讲话 除了祝福的话语 她最想问的是 新人是否做好了 分手的准备 恋爱与婚姻不同 恋爱是自由的 婚姻是一种责任 沙拉希望 面前的新人 不要把婚姻看得太重 当成随时有可能 结束的关系 就像分手一样 没什么大不了 洒脱地面对婚姻 才会对彼此更加宽容 婚礼过后 基俊开始关心 自己的婚姻大事 她拿出戒指 说着表白的话语 她希望这辈子 沙拉都能走 自己喜欢的人生路 而她会追随 沙拉的步伐前行 沙拉缓缓伸出手 纠结了许久 还是收回了 现在的沙拉 只想要有期限的婚姻 如果想要继续生活在一起 就再结一次婚 五年一续 基俊答应下来 这一刻 她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她要为沙拉戴上十次戒指 这下沙拉伸出手 基俊为她戴上戒指 两人正式成为人生伙伴 本剧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